在我以前經常覺得NG阻礙到全世界下班 全世界都看著你,說起對白都說不好 這件事我很擔心 《家族榮耀》其實在我心目中 是我知道什麼叫演戲 但我當然未拿捏得很好 但我看多了或接觸多了的時候 第一部長劇是有份由第一集開始看劇本 看到《大擊局》 所以算是我第一部長劇 特別是在TVV播放 還有在內地有些網媒播放 所以感受是很深的 因為我要回內地拍 我要隔離14天 那14天基本上沒有東西可以做 每天在咪、咪、咪 做功課是一個很高的學問 而這件事坦白說 我都未知道應該怎麼做 我問過很多前輩 其實怎樣做功課 怎樣研究劇本 他們說其實每一個方法都不同 我可以講我的方法給你聽 但你都要找一個你自己的方法 在那14天我便不斷在尋找 除了一輩子之外 我對角色怎樣去理解 跟不同的角色 我有對手氣或是沒有在畫面上出現的關係 例如我跟豬仔 我跟他裡面是完全沒有對手氣的 沒有對手氣 但我跟他可能是有關係 我便在尋找這些關係出來 是做了很多功課 因為很緊張 Toby他最幫助我的東西是叫我放鬆 沒關係 錯是演員是必定會經過的東西 NG是一定要有的東西 你不NG第一次 你怎會有一個更好的表演出來呢 這件事他給了很大的感覺 因為在我以前時 我覺得NG阻礙到全世界下班 全世界都看著你 說起對白都說不好 這件事我是很擔心 我跟他一起時 放心 他拖著我 因為我跟他演情來 他經常拖著我時 放心 放心 沒關係 他又給了很大的信心 戲外 他有時都會問他 其實你剛才那場戲覺得怎樣 他說 好啊 OK 我感覺到 你繼續去 你有信心就做得好 因為我們在內地 大家都算是困在同一個地方 設置裡面 設置外面 我們都會有很多溝通 我會留在家 行不行 他媽的 這也不會放在家 我會留在家 我會留在家 我會留下 我會留在家 我們是在家 我會留在家 我會留在家 那些人 我會留在家 我會留在家 我們會留在家 有人在家 感谢观看